大家对项目的关注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其实Cardano这个项目一直在中文社区是不温不火的 但是这种现象是不合你的 因为你看 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加米星团 目前比特币的价格大概是在44000美金左右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比特币的价格在接下来一周之内很有可能突破45000美金 那么我们将会开启一个小的Allcoin的行情 这个时候配置哪些Allcoin 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获得最大的收益 就是我们要关注的重点 那么今天的视频主要是关于如何通过Cardano的 去中文化平台mini swap做质押获得较高的收益 有用的一些注意事项 为什么要选择Cardano的生态 然后再具体的操作演示 今天那种非常丰富 如果你仔细看完 然后也进行操作的话 最近的收益都会非常可观 OK 在开始之前 还没有关注加米星团的朋友们 麻烦点一下订阅 然后点个小铃铛 首先我们说一下为什么要选择Cardano 这里面会涉及到一个信息简的问题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在中文社区和海外的英文国际社区 大家对项目的关注的侧重点是不一样的 其实Cardano这个项目 一直在中文社区是不温不火的 但是这种现象是不合你的 因为你看目前的市值排名 根据CoinMarketCap的排名 我们如果是按公链来算的话 Cardano是无可争议的 排在第四大公链 第一名是比特币 第二名以太坊 然后瑞波 第四名是Cardano 他Cardano的排名 其实他是分量非常重的 虽然他的发展比较慢 然后可能他在国内的宣传和营销 不是那么到位 大家会有一种长期忽略他 然后他每个周期的表现 也是非常可圈可点的 那么在接下来这波行情的话 目前他的价格是1美金12美分的样子 他的最高点是接近3美金 可以说配置Cardano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他的你的回报和风险的 去计算的话 还是非常还是非常值得投入 首先他的风险 他的风险并不是特别高 因为他的下限是守得非常牢固 他的下限就是大概是稳定在 你看最最最今年的到最低点 也就只是79美分 也没有说跌到很离谱 然后他接上来我们走上行通道的话 如果比特币在今年有一个大的突破 甚至突破它all time high的话 Cardano给你带来的收益是高于比特币的 然后相对来说的话 你去配置它作为你的一部分 比较重要的仓位 风险也是比较低的 这是第一个原因 同时如果你配置了Cardano的话 正好目前他的DeFi的生态也发展得非常的好 这就是这期我们节目要介绍的重点 好我们去到DeFi Lama 大家知道DeFi Lama是追踪各个DeFi平台的锁仓量的一个 实时追踪的一个数据网站 它也是被CoinMarketCap所使用的一个数据来源 可以看到关于追踪Cardano这个供电的一些质押的锁仓的数量 大家可以看到它目前的总锁仓量是4亿美金 增长速度在最近的过去两个月是增长速度非常快的 然后在这些平台之中的目前锁仓量 锁仓总量最高的平台是miniSwap miniSwap我们可以看到它的总锁仓量是19300万美金 然后它过去7天的增长幅度也非常不错 高达48% 也就是说它目前的体量是最大 然后增长速度也是相对来说是最快的 所以昨天我也就是研究了一下miniSwap miniSwap首先它是一个内似于Uniswap的去中英化的一个交易所 你可以去做一个swap 然后去购买Cardano生态里面的一些币 然后还可以提供流用性 然后还可以做质押挖矿 首先你需要配置好就对应的钱包 然后从交易所购买的你的ADA之后转到你的钱包上面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直接去swap 你换一些这些mini token 然后选择你的要买的数量它对应的 然后会swap 然后你大家知道swap完了之后的话 你可以去添加流动性 这个添加流动性 大家知道天津流动性的话 你会得到一个LP的token像uniswap一样的 首先你选择你的ADA 然后再选择你的mini token这个min 然后你就可以添加流动性 就会生成对应的LP 它还有另外一个功能 有个zap功能 这个zap功能是干嘛的呢 我只有ADA的情况下 它会直接跳过换的这个步骤 让你直接去添加流动性 当你添加好流动性之后 你获得了LP token之后 今天节目的重点来了 它的质押挖矿的收益 目前来说是非常高的 大家可以看到 目前它质押的选择 大概是有11个币队 你可以选择去做LP的质押 那么我今天我质押的是 这个ADA和min min是他们自己平台的一个币 我质押了之后的话 可以看到它的年化是高的 目前是高达220% 一个min的价格是 大概是值0.3个ADA 大概是30美分的样子 然后我算了一下 每天的产出的话 应该是在 那每天的收益 应该是在十几个mini token的样子 那么一个月的话 大概是可以获得几百个mini token 这个收益的话是还是不错的 这个高收益不见得会长期有这么高 但是目前来说 这个收益是非常高 而且这个整个池子增长的速度非常快 那么最后的话 还有一个让我们再去了解一下 它这个项目 这个平台本身的发展一些技术 来介绍一下 它目前的阶段是到了 2022年 它会开启它的DAO 到时候肯定是会用 会支持用这个token去投票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的token economy 它代币的一些分配 它的总的供应量是 百万千万一 50一个min 然后创始团队是保留10% 然后发展机极10% 它的激励合作对 合作伙伴的分配是1.5% 然后这个EU farming 70%是分配到的EU farming 还有这个DAO的treasure是6% 再就是它的低轮的空头是2.5% 然后挖矿的产出的话 可以看一下这个时间表 3月22年开启的 3月到4月的挖矿的产出是1.2% 然后是慢慢衰减1.1% 到1%到第5个月的话 就只有0.8% 也就是说你越早参与的话 你挖矿的难度越低 你获得的收益越高 然后团队的代币的 写以前6个月 可以看一下它的具体锁仓的时间表 OK 最后给大家总结一下 这个miniSwap 你选择它质压有哪些好处 尤其是在此时此刻节点上面 第一 首先你已经配置了一部分的ADA 那么ADA的价格 在比特币回到高点的时候 它大概有2到3倍的价格增值的空间 这也是一个是你的收益 再就是你的另一半的质压的话 那个Mintalk Mintalk现在价格 价格是在30美分左右 我们根据以往的经验 那个Uniswap来看的话 一个供电的去中央交易所 随着它的锁仓量增长的时候 它平台价值上升的话 它的价格是一个非常大的生长空间的 就可 它只要这个平台爆发 这个供电爆发的话 它的平台币的价格 往上走10倍 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在这个锁仓的过程之中的话 你流动性挖矿 你还能获得一些收益 我们以前算的 一个月大概你可以有 按照 比如说你投入1500个ADA 和对应的Mint去挖的话 一个月可能 是可以挖几百个Mint 那个mini token的 几百个按照现在算的话 大概是100多美金的收益 但是同时还有一个buff 对吧 它的mini token的价格 会不断的增长 所以目前看来的话 走这个选择配置一部分的ADA 然后做质压 很流动性挖矿的话 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风险较低 然后收益比较高的一个手段 当然下水要快一点 目前的话第一阶段收益是最高的 喜欢今天的内容 请订阅加密新团 点赞 点击小铃铛 然后给我留言 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我们下期再见